新年快乐 嗨 大家新年快乐 我是小燕 我是Hugo 今天我跟HugoTuber在这里吵架 今天我们是有一个特别的新年企划 对 就是新年有什么竞技 是不能在过年期间做的 因为华人 已经有很多年的中华历史 所以我们有流传下来很多竞技 而且华人呢 是比较迷信一点的 华人通常就是比较迷信 然后呢 还是特别在过年期间呢 他们会特别迷信 就很多东西都不能做 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 所以今天你们留守我们这一集呢 就可以听到我们有讲9个 在新年期间不可以做的竞技 过年期间不可以扫地 对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呢你在过年期间呢 你扫地呢就是会把那种 财运扫出门外 所以你平时呢 你不做家务啊 当天你做家务 你扫地的时候 你给妈妈看到一定给妈 尤其是妈妈和婆婆 看到一定很生气很生气的 所以在新年之前呢 你们就应该要把地啊 还有窗口做一个大消除 对 所以通常呢 他们都会在过年之前 那前几天就把屋子清洁到干干净净 就算你们把东西弄掉了 还是只要用手摄起来就好了 如果你要拿去烧的话呢 一定会被公公捧捧骂了 对啊 因为如果你弄到阿阿阿张张 你肯定会给妈 因为那天就不能打扫啦 那我们看看有没有其他竞技 还有什么竞技啊 还有一个竞技呢就是 不可以吃粥 嗯? 为什么不能吃粥啊? 因为在很久很久以前呢 华人只有在穷的时候呢 才会煮粥吃的 然后你在新年就是 华人的第一天嘛 整年的第一天煮粥吃 就是说你会从头穷到尾 哦就是将你摸打头吃 那种风鱼足食 哦没有风鱼足食 所以我们都不可以吃那种粥水 就表示你那一年都不是很好咯 而且 而且呢除了会显得穷酸之外呢 整年也会经历大风大雨 因为水嘛 粥和水是有关系的 对 所以呢千万千万 不要在年初一的时候 吃粥啦 第三个竞技是什么呢 就是不可以在新年期间 骂人或者生气 对 如果你讲到不好的话 或者不吉利的话 会影响那个人 人家都会不开心 还是什么 所以过年期间千万不要骂人 还是想吃的 如果你心理学的层面来看 你在生气啊 或者是骂出口的时候 就会有那些负能量 出现在你的思想啦 哦 这样你在新年的第一天煮 你是这样的 就是说你整年下来也是会这样的 对 会影响别人 人家不开心 还会影响你 所以全部人都不开心咯 所以这个负能量一定尽量 要避免啦 对 来现在我们看 第四样不能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千万不可以打破碗 对啊 有时候 哎 其实这个事啊 很难避免 有时候啊 小孩子你知道的啦 他不小心就打破了 就不小心玩玩玩 吃饭啊 不认真啊 玩手机啊 他还跑去啊 就会打破那个碗 其实我有一个很好的对策 就是 你在新年期间呢 给小孩子呢 尽量就是用 plastic的碗 然后那些 玻璃的碗 大量用的话 就比较小型点 或者你们干脆也 不要用玻璃的碗 就不会打破了咯 如果真的是避免不到啦 我记得啦 那时候我小时候呢 我有个亲戚 他就不小心 打破那个 陶瓷那个碗 然后呢 那他婆婆呢 就当场 他就教他一句话 就是 睡睡平安 哇 很机智哦 还有一件事情 是我想到 在一个婚礼的 那时候 要 交 这个茶给 长辈喝的时候啊 那个女婿 然后也是打扮了 那个碗 那个杯子 然后旁边的那个女婆 她就讲 对那个也是非常好一筹的 如果你加这句话再去 所以你们也要记住这句话啦 她可能随时在新年会用到 能避免就避免啦 尽量小心啦 当然 这样我们看 第五个习俗不能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千万不要在新年的期间睡 午觉 对呀 如果你知道吗 如果你在新年期间啊 就下午的时候 你就在家里每次做的时候 哎呀很想睡觉 然后你就睡觉 知道为什么不能做吗 小伯 呃 为什么呢 因为啊 过年期间如果你睡觉啊 就是你代表那整一年啊 你都会很懒散 就是你经常会睡觉 就是很累很累 就是没有那种精神 所以你在新年期间 千万不要在 下午的时候睡午觉啦 对呀 就记得千万记得 你们千万不要在过年期间睡午觉啦 还有呢 我们来看第六样是什么 就是 不可以在别人的口袋里面 拿东西出来了 这个我没有听过耶 有这个经济的吗 有啊 这样子做呢 就是代表那个被拿的人啊 在整年里面 钱财都会被人家拿走 这个千万千万不要做啊 人家还以为你是小偷啊 其实也是不好啦 对啦 就是新年也不应该这样子做的 对 我相信也是很少会遇到的 这个经济会比较少遇到 可是这个是确实有这个经济 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提醒啦 来 现在我们来看第七个经济是什么 第七个经济就是 不要催人起床 你知道为什么吗 小燕 小燕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啊 如果当你睡着觉啊 你爸爸慢慢催你起来的话 就是表示 有人一直催你做东西 在一整年里面都是这样的 哦 哇 这种经济的话 家庭主妇蛮容易犯的哦 对 尤其你知道小孩子的啦 一晚累了 就躺在那边 就睡觉了 然后你就吵醒他 然后催他做东西 或者是要回乡下的时候 要早起啊 怕塞车啊 所以你们千万不要催人家起床 对啊 这个是非常不好的东西 第八个经济呢 就是千万不可以在人家睡觉的时候 来跟人家拜年啦 对啊 为什么呢 如果那个人呢 刚好是睡着觉 然后你刚好 你就去那个时间啊 你就去拜年 你知道吗 如果你在那个期间啊 你拜年的话 那个人啊 会表示 一整年都躺在病床上 哇 非常不好啦 所以讲啦 去拜年的话 timing这种也是很重要的 对啊 去之前记得call了哈 朝想 哎 也是不能叫人家去床 对啊 这个也不难啊 也是叫人家 叫人家起床啊 这个也不能 Message 人家啦 WhatsApp啦 WhatsApp啦 不可以call call也是啊 因为现在潮流什么用电话呢 所以我这个call电话 那个也是尽量不要用啦 不要call sms 还有 最后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 在新年的期间呢 千万不要欠人家的钱哦 就是如果 哦 就我不可以欠你钱啊 过年期间 嗯 就 谁都不可以欠 所以这个时机是你们很好 去跟人家把之前欠你的钱拿回来 如果 如果我欠你钱 我没有帮你钱 就是你会水咯 会打枚 还有会财运 就是表示我会一直欠你的东西 所以在新年之前呢 先把你们那些欠钱 立刻立刻还回去啦 对啊 如果你们画后面的话 你们就会有一个很不好的一个预章 对啊 所以呢 千万记得我们刚刚提到那九个竞技 千万不要做啦 如果你们看到我们这个video 然后你认为还有其他竞技 是在过年期间不能做的 就comment下我们的video下面 然后让我们知道 在这里呢 想要祝大家鼠年型大运 我祝大家步步高升 谢谢大家的收看 下个星期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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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